這真的太慘了 先有江啟臣 後有呂家凱 呂家凱在我們節目 雄壯威武講完徐曉星之後 據說啦 這件事情我也不是據說 我們有百分之百證據 有一位來賓在節目裡面 講到徐曉星 回去之後就被關切了 當天徐曉星截圖給這位來賓說 有必要這樣嗎 燒賭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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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旁邊周永就說 就呂家凱啦 那時候我還說 家凱有可能嗎 江凱不是威武不能去嗎 不好意思 家凱今天認錯 認錯 昨天要有徐曉星快認錯 今天呂家凱先認錯 呂家凱急改口 造成黨內困擾會改進 可是你以為 徐近平的勢力範圍 只有在黨內嗎 沒有 聽說現在大量的檢舉 非常多的名嘴 只要講到徐曉星 很有可能就會接到NCC的報告 其中一個苦主叫做文朗東 另外一個苦主叫做尚義夫 還有一個叫做陳東豪 東豪哥對不對 我跟你講這件事是太離奇了 大家本來就講講講講講 你就放任大家講嘛 反正各有我們的立場嘛對不對 你越搞大家越火 文朗東現在說 他要搬到新一區 要罷免徐曉星 我們進廣告 我們來讓文朗東 來獨家解析他的心路歷程 進廣告 上段節目的最後尾巴講到什麼 徐曉星變成徐近平 你只要有同黨的人講到徐曉星不好 徐曉星又傳訊息給你說 熟度的對 對 球迷玉的爆料嘛對不對 那呂家凱呢 感覺 感覺真的有被嚇到 前一天還在罵徐曉星 不不不不 前一天還在勸徐曉星 趕快道歉 結果扣一天呢 被呂家凱自己道歉 對不對 可是這還不是最誇張的 最誇張是什麼 欸 呂家凱的粉專被出征耶 呂家凱現在變網軍耶 被辛粉出征耶 下次不會再投給呂家凱了 相較之下 卓冠婷積極許多 欸 竟然還打卓冠婷 氣體加凱 國民黨內邏輯正確的人 都很辛苦 容易被攻擊 欸 這算是正面囉 下面我很贊成你課刊評論 講白點 那種黨能呆就呆 不離開根本也沒關係 你怎麼了 你發生什麼事 你變心了嗎 這蒼天變了心嗎 要退黨要快啊 你的發言傷害了頭男夥伴 為何不團結支持小新 國民黨沒錯 欸 朗東 第一個 真的現在大家壓力很大嗎 第二件事情 許小新現在開始會NCC檢舉人了 對啊 李家凱那篇 還是母親節貼文 很溫馨 結果底下五百多篇 裡面大概有大概三分之二左右 都是在罵他的 對 因為他對藍營沒有忠誠度啦 然後甚至呢 這個藍營的這個粉專 這個李家凱等等 他裡面的截圖 怎麼都我們節目的 欸 不止 你看這個 這個很明顯啦 這個消息 藍色這個背景應該就是了嘛 就說他們在趁通告費 嗆學小新不要硬拗欸 叫他不要硬拗 是個柔性的呼喚 你這個 也不能說他只是為通告費啦 這也是蠻中肯的啦 那我覺得是說 許小新 很奇怪的一點是說 他應該是有個天網系統 就是他整個聲量 八十幾萬筆 整個國民黨是一尾聲量裡面 他算事成 一個要重點 因為呂家凱的言論 上新聞 許小新注意到是合理的 可是你被檢舉是 你去上寇姐的節目 對 那早上八點的廣播 許小新沒有這麼空去聽啦 而且那個節目是因為 寇姐前兩天就約我嘛 那你還在國外度假 我還在越南牙樁 那個很漂亮的海灘旁邊 他在海灘曬太陽 隨便講兩句 其實我講的最重的一句話 只有說我沒有特別針對許小新 只是覺得他不太適合當立委 對 我沒有在報什麼新的調 再敷衍一下寇姐隨便講一講 不要講那麼白 你敷衍寇姐隨便講一講 沒有啦 寇姐我哪有幫那天敷衍你 隨便講一講 可是會害死他 這個比較像看 這個比被許小新檢舉還 只是視訊啦 反正那個節目根本早 然後也沒什麼太多的爆料 那竟然還會被他檢舉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都知道 六讀直轄市的縣市裡面 都有設一個系統 就是請公安公司用人工智慧 去抓關鍵字 你只要講到關鍵字 他解決就會跳出來 你說許小新現在對於 言論審查的密集度 可能也有類似的公關系統 在去處理 我跟你講那很恐怖的例子 例如說我禮拜一凌晨的時候 開那個直播 裡面才講了幾句話說 很有可能那個打擁建設 跟鐵道博物館 交通會用一個地下道 或者是有一個斑馬線 直接過去 我才講幾句話而已 許小新又馬上說 這個事情就是里民服務 就表示他有聽到我這樣講 意思是什麼 他有一個語音轉文字的系統 一定有 跟對所有的這個節目 只要一提到許小新的 全部轉成文字 不然陳東豪跟上一副 他們點閱率很高嗎 AI過率高 他還是在一個廣播節目 廣播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們那邊我也有 他這個為什麼知道是他檢舉呢 因為過往以來一直就有一個人 叫許小姐 就一直在檢舉 許小姐 其實都不太知道是誰 因為 那希希他也會保護當事人個資 所以就稱為許小姐 那這許小姐的信箱 剛剛我就看到 因為那個檢舉函上面就有 那信箱就是許小新的信箱 什麼意思 他在市議會的信箱 公開信箱就是這個 真的假的 他現在立委辦公室也用這個信箱 從Gmail的一個信箱 真的假的 對 就是他信箱 就是他本人嘛 不然那個回函就會到他的信箱 對 他偷誤信箱 對 所以如果要冒充他的話 就會許小新去介紹一些 不是他檢舉的函 可是回函都會給他 太可怕了吧 這就是他本人或他的助理 幫他是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習近平他不只是對 黨內人是這樣 他其實對所有講到他的事情一樣 我要跟東豪跟說真的抱歉 因為我去扣鐵 好歹我是在越南有視訊 他們那期我人都還沒有到 就是他在上衣服 在講到我而已 我們人也在講包包 在講鞋子 然後也被淨疲 對啊 上衣服那一集 還特別秀出他的cucci手錶 然後你還笑他 人家勞力士 你拿cucci幹什麼東西 不是 你連表面都已經模糊了 這樣子也要太離譜 可是老東你說你真的怒了 對 確實是這樣 所以我現在在想啦 你學校新如果 今天已經是5月10號 我原本是說5月9號之後 如果你在檢舉本節目 我就搬到松杉信營的選區裡面 去籌備你的罷免 而且我這個罷免有一個條件 我絕對不參加松杏任何 議員立委的選舉 為了罷免而罷免 我就是為了罷免你就去了 所以我在地方整合上面 一定會非常成功 對 老爸藍的也來給你整合 對 藍的你都選擇贏 我也不會管你 反正我就負責罷免這個parts而已 所以學校新我覺得你要小心 其實他們國民黨黨團 現在就研議嘛 罷免門檻要修高啦 對 要改成要高於當選票數 這樣辦法 這個一魚兩吃 保護謝國良 也保護到學校新 對 真的太奇怪 我們本節目已經成為 呂家凱的所謂的命案現場 命案現場 你說呂家凱現在就躺在地上 對啊 沒看到他 然後我們在他旁邊畫個人形 人形 命案現場 車禍現場 但是我們說什麼 俗辣摸走 生命要求 愛狗 所以你看現在已經被出征了嘛 他叫徐曉星道歉 結果自己先道歉 對啊 所以還是俗辣摸走嘛 對 不然怎麼辦 死無上身之地啦 現在 被國民黨追殺啊 所以我覺得李家凱真的 以後要上節目 還要慎重選擇啊 本節目殺傷力是很強的 血跡 天下 他會不會喜歡 呂家凱 不能生命 我會不會 被騎 拳